阿婷仍然如同置身于噩梦中 阿婷今年19岁 正值青春年华的他 怎么会突然之间就被人求尽 而且还遭到如此残暴的虐待 在他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 事情还要从今年的8月25日说起 阿婷在保安松港街道办的一家工厂上班 25日早上6点多 一个男人找到了阿婷 就把我从原来工作那个住房那里带走 带到房间去 然后一去到那里他就把门返走住 阿婷口中的这个男人名叫张善军 今年33岁比阿婷大整整14岁 张善军带着阿婷到了黄江之后 在一间名叫天桥住宿的旅店入住 张善军还买了一把锁 在他们入住215房之后 就将房门从里面锁住 而阿婷还并不知道 一场惨无人道的折磨正在来临 发掌然后用拳头 然后用脚踹用脚 叫我就是躺在地上 他就直接在我背上跳 那个胸子直接不睡觉的时候 就在折磨他 阿婷说除了殴打之外 张善军还拿香烟烫他的胸部 用打火机烧他的手指和脚底 让他遭受了痛苦的火星 世界地面烧的燕头烧 直接用火机灵火烧 反正就放在上面烧 不是就一个一个手指这样烧 持续时间比较久 我也不知道多久 你看下哪有哪有这个哪有哪有 就是中国最长过的发现在骨头有没有 像这样你看你是烧 都说食指连心 看着这些烧焦的手指 咱们的心都在刺痛 可是张善军却如同发疯了一样 烧完了阿婷的手指 还要继续烧他的腿 用打火器把那个火打得特别大 然后在腿上烧很久 那医生都说里面的肉都已经烂掉了 他说要问我是要挖出来 还是要等它慢慢长 我肯定怕痛的话 我还是想等它慢慢长 而更让人无法想象的是 阿婷说他面对这样的折磨 连一生都不敢喊出来 我有叫啊 但是就是他越听着我那种叫声 他就越觉得爽 他自己还在那大笑 只能强忍住 我痛的话我就把嘴巴紧紧地捂住 据阿婷的父母说 像这样被烧伤的伤口 在阿婷的身上竟然有几百个 从脚趾头脚背脚心小腿大腿下身 抖上胸部手上头部脸上额头耳头 屁股肛门没有一个地方放过的 船上下医生说的至少下起来有三百个 如此残忍的虐待手法 听起来就让毛骨悚然 那么阿婷浑身的伤痕累累 是 好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